這題他說在一大漆壓下落江水的冰點定成120度H 沸點定成340度H 那麼他問說第一小題 46度C等於多少H 這怎麼做 這個的話 以這個H當溫標的話 它120度H是冰點 這是繪點 要用相似型 就是說Y度H相當於是X度C 那120度H相當於是0度C 370度H相當於是100度C 那用相似型來說 Y減多少 Y減到120 120 除以多少呢 370 減掉120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X減0 那我就知道Y跟X的關係 這個多少 這個是250 這100 約掉一個0 525 525 520 所以Y等多少呢 Y等於5 移過來 2分之5X 那加上1打20 好現在的話 這個X 這個46度C 那Y應該是幾度H 這Y 這Y1 這2分之5 乘以46 加上120 加上120 23 這是535 115 加上120 所以是235 等於235 度H 所以這個是235 第一小題 好 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說 乎2度 乎2度C的話 等於多少度H 好 那你說代負了 代負了 代負的相應就是 這就是乎5 120 減5 這是115 所以這裡是115 度H 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它是說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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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H的話 等於多少度C 那一個Y也要代多少 代170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求這一個詞 再移過來 170 減掉 120 就50 50等於2分之5 X 所以是20度C 約掉10 那X等於多少 等於20 所以 170度H 等於20度C